兰多夫的一个防守 兰多夫作为整个现在 北空队最为重要的一个得分点 对他这一点的防守做的还是相当的不错 第二节比赛两个队的阵容都会有巨大的变化 尤其是在北京农场银行这边 他的兰多夫和阿巴斯呢 可以得到一个外籍后卫的支持 可以得到马布里的全球的支持 上来我们看 两个内线的外援之间 作为一个双眼护打V字战术 这是非常明确的 就是利用我的厂商的优势 老马 这比赛马布里的三分球篮的机会有点太大 马布里这个赛季的三分篮真不准 他只有20%多的命红率 但是你不能给他这种大口味 他水平还是有的 好球 因为这球传的非常的漂亮 其实呢前边明拉拉斯在上面 打单望远的时候 明拉拉斯也有机会传这种球 但是他传不好 这明拉拉斯的这个使用 我觉得功能性要明确 就是完成球 你千万别让他做选择 别让他运球打快攻 就是接球就直接让他解决问题了 是 是 沙弗里克兰多夫 有了 有点不能放 嗯 对方就是坚决加击持球人 一样就是上海这边是加蓝多夫 反过来北空这边是加这个吉姆 这样的加击手就看一下你整个球队的第二第三准分点能不能够站出来给予相对的回应 这其实刚才又腿又登起来了 而他的那个习惯的那个动作 提膝动作 哎 齐罗 蓝多夫 这一下防的还挺聪明 巴布里 先前抢断方面 五个一 你不进去打呢 上海队不怕你 米拉拉斯 好的 这一下转的还可以 看小罗 前掌球 前掌球 再看 马布里 你看 你看 比较明显的 膝盖又在前面 拿膝盖开路 哇 琪莫接受就直接转身后了 加油 大家的防守伙伤 谢谢 加油 这是不是大错位了 大错位了 好 第一下没打进 第二下呢 卢伟在那个位置上不犯规了 对 他还是来的时候慢了一些 上海队要调整 you got to keep it to the sideline no middle or we're fine 你要射箭图 我一边送 来回变成反正 我一边 各位您现在收看的是由天窝集团 金贡权 特约赞助播出的2017到18赛季的CBA联赛 现在上海队的第二节比赛上来打得不好 被对手把这个分叉有拉开的趋势赶紧叫一个暂停 自己进攻做的不是太好 自己的防守做的也是一般对方现在打两分都得到了7分 嗯 那也的确可能说对于三万人的球队来说二三节的作战能力是比较强的 金门 看上海队换人不换人 人没有换 还是场上这五个人 米兰拉斯 好球 插布 今天动作都能做出来 而且机会都找到了 是 差的就是可能说最后的完成球 还是篮板 其实是不是考虑能够让Max再上来试一下 因为这段时间整个被对方抢了连续拿了两个前场篮板 是 要么上张召旭 要么呢 你菜量宅一两个人你得放一个人上来 好球 插 马不里那个手上那个动作 他就切这一刀呢 确实是快 可能一般鼓制疏松以前一线的人被他这边打一脚了 这边容易鼓励 你说我是吧 今天整个北方队对弗雷戴特的防守做的还是相当的不错 到目前为止弗雷戴特还没有得分啊 我里的三不针 什么情况 现场的表出问题了 呃 这个球呢 现场的表 呃 这边羊毛 已经 可能需要回放一下 嗯 他确认一下上海队之前进攻有没有超时 如果没有超时的话 现在还剩几秒 对这个赛季整个CP也是引进了这样的一个回放的一个呃 科技 是 我觉得是好事 没有张框 跳起没有张框之后呢 第一时间他回来24秒 董汉林走回来 这一球不好说 不好说 除非你裁判线线掐表啊 这一次纪录台出了错误啊 在微博上也是有朋友留言道说 问到我们这个下阶大王爷说不有点停 反击永远打不进 就是不可能 那从两点来分析吧 第一点可能说这就是明德拉斯的一个打法 嗯 他在呃 前前一个效率的 联赛 拿了可能说得分王 可能也就是这样的一个打法 呃 他比较的习惯 第二就是可能说他 在快攻中完成球 我们的确在 直播的时候也有提到 可能说他有时候 可能觉得把球传了 更怕失误 因为他的传球的确是一般的 从我们 可能大半个赛季打过 打过之后 看出了明德拉斯整个的传球的 这个技术 比较的比较的操一件 是 呃 这边杨茂公呢 呃 刚才 最后回表 回到三秒 啊 给上海队再给三秒时间 这已经是非常给面子了 如果 非常宽容 其实你按照出手那个时间算 后边这个回来 我估计可能只剩一秒 对啊 回到三秒 这个北空也怪不得边人 要怪怪主场自己的这个技术台 哎 你看 这边呢 还是给十四秒 又给了十四秒 那是试一试粘框了吗 可能还是要调 但杨茂公刚才那个手势给的是三秒 对啊 还得回三秒啊 回到三秒 哎 这球三秒球 你干嘛打空中接力啊 马布林 直接看到了防守自己的 不是一个防守球员 那卢伟的个人防守 可能要相比蔡亮和宅一来 是稍微差一些 那就是打你这个立足位 一个加速直接把卢伟过掉之后 一直上 好在没有打到二加一啊 这种球其实在老马 就包括去年的这个状态 这种球就是真的是二加一的球 这一节打到现在上海队得分还是只得四分 对 而主要我觉得 没有通过战术去跑出来太好的一些出手机会 还有就是今天明天拉斯的手感稍微差了 金门手感也不好 金门的变得零分 其实呢挺多机会都做出来了 水控的防守呢 我觉得现在积极性这一节再往上调 卢伟 你给我的机会 好球 好球 这也算打了一个止血针 是 那从上个赛季来看 我们在这个场地上是输给了北空 而且去年北空是只有双来的 而且是联赛 应该是一个副班长的情况下 赢了我们联赛的领头羊 当时上海队的连胜就断在这 当时北空队的外员还是小麦克勒的 马布里这是一个大两分 33比23 金门 来一个吗 今天积末的手感真的是比较的差 这应该是打到目标位置 可能在我们记忆里 真的属于感觉比较差的一场比赛 但是呢 心里我觉得不慌的是什么呢 就是你这两个场军可以拿60多分的外员 我一点不担心说他们两个今天一直这样不正 躲下去 他们后边总有回来的时候 关键是你怎么样把握住 你在手感好时和手感不好时 你的弓和船的平衡 好了来了 空位 这样的空位都投不进的话 今天整个弗雷达的感觉好像真的是比较差 慢慢来吧 现在呢 就是你在状态不好的时候怎么样保证分叉不被拉开 就是防守 是 好球 好球 哎呀 已经是一次成功的防守了 这一次 他没有把这球能够拿住 33比23 甩出来 再给底线 老马现在真是慢了 你看过不了人了 其实那一步张照旭吃谎了 福尔阳达 我这样还是没有啊 判了明拿拉斯进攻反规 小林对现在跟着进攻反规比较差 潇个 再看 确实弥拉斯左手有一个动作 但是呢 对面这倒呢 倒得也夸张 也是也是要把你这个动作给你展现出来 抓就抓了 因为就在底线裁判眼前 老马接受直接三分 反而这种弗雷戴特的进攻方式 老马今天有了 上海队再交暂停 我觉得13分 上一场比赛对阵四川队 上海队是赢了对手27分 其实比赛当中呢 弗雷戴特和明拉拉斯 明拉拉斯打29分 打29分钟 弗雷戴特打38分钟 这比赛强度不算非常大 而且呢 你从上海去北京 球队是昨天早晨 昨天上午出发的 我觉得呢 其实不算非常折腾 上海队在整个CBA里边 除了去新疆队 这个路程比较远以外 到其他队伍呢 你在整个CBA的各支球队里面 其实是算沾点光的 因为上海本身的地理位置 然后交通也比较发达 不管是高铁还是飞机都很发达 弗雷戴特当目前为止九头零重 我还是有信心啊 今天能回来 十三分的分招就像我 就像刚才你说到的 并不可怕 现在目前为止最可怕的就是弗雷戴特这点不得分 你这时候你不能失误 你不得分呢 你减少这种强突 对方明显在加击你的时候呢 你就是怎么样聪明的来利用对方的这种防守上的重点布置 十五已经bug了 沙弗里克兰多夫 判了明娜拉斯的犯规吗 兰多夫这球转身过来的时候非常聪明 就是兰多夫夹住了明娜拉斯的手 给一个投篮犯规吗 这家属很容易受伤啊 我给了一个投篮犯规 他是判了已经起步了 接了一个转身动作 上海队其实今天摆控的状态也真的一般 并不好 其实从一些投篮命中力和法球来看 其实他非常的疲劳 那上海队的问题是 今天弗雷戴特手上的感觉好像真的就是 怎么来形容 要出去开车没带钥匙一样 开车就是那什么 就是你熬了一大夜之后开车的感觉 整个人是恍惚的 总觉得哪里不对 聪明 这什么就是你开车转弯望打方向灯 开了远光灯忘了关 就是这种感觉 这边做调整 我觉得这个调整做的还是非常不错的 就是让你吉莫索性打到一 是 更多去传导球 传导球 我现在上翟翼呢 我增加一下防守 对 因为这两个进攻点是上海队必须要拿到的这些分数 是 张老旭 再给吉莫做机会 还是一个包将 哇 宅益 宅益 宅益这球投了没有把握 这球其实你索性别运 你就投一中距离 这中距离篮 宅益一定是会投的 宅益不能放到这一点 非常多 他这个赛季要比 在辽宁队的时候状态好很多 这样的话 15分的分担上海队还是得不了分啊 两个万元的状态真的是掉不起来 米达拉斯 就是在前面的比赛过程中也有万元短路的时候 但是没有两个同时短路的时候 打天津 打四川 都是客场 都调整过来 看今天能不能调整过来 不是不是分担就来到17分 你这时候你进攻失误是千万不行的 因为你本身的进攻效率不高呢 你现在如果挨反击 这坑就填不上 什么好戏不住 不能这么打 你不能这么打 你不能通过这种 这种像是这个 堵大小式的办法 拆单双的办法 你来猜我下一个球 是不是能够把球感找回来 你还是得通过传导球 跑战术 把感觉找回来 你看 你这样是不行的 你现在拼手感呢 是拼不过对方的现在 不知不知现在已经19分了 这其实可能作为教练来说 也没太大的办法 教练已经叫两个三平了 对已经做过调整了 第一从人员上也做过调整了 第二从战术上也做了调整 你现在就是问题是你上海两个外员可能就算给你创造出了很好的机会 得不了分 这是比较尴尬的一问题 就是你真的要说北控队是一支防守多么好的队友 其实你看今天北大厦的一支还是比较多的 现场这又是怎么的 又是表出问题了吗 好像又是表好像又是开表开晚了 但是这个北控教练组很着急 但是这也没辙这是你们主场 我们也没法说了 这好像又是开表的问题 对 又是一直开表开表 你看不开表不开表不开表 24秒表一直没开 咬命了 上海队也很着急啊 上海队到目前为止得分出现了比较大的问题 对方得了25分 上海队只得到了9分 这是攻防两端都处于一个失控的一个状态 这其实在第一节节间的时候 我和张丁领就聊到 其实今天本控的状态真的是一般 其实从你看人员的一些兴奋度方面真的是一般 但是反过来上海队打的可能说 更有一些畏首畏尾 米达拉斯 这总有了吧 米达拉斯 还是没有 狼板球 张兆旭 好球 好在现在有一些进攻狼板球 能帮助上海队止血 去年啊 当时上海队虽然输了这个课场 但是呢 那个比赛不是在这个场地打的 它是临时换到首都体育学院的那个场地里面去打 那个场地特别冷 结果那场比赛上海队完全没感觉 今天这场比赛是在国家奥林匹克中心体育馆 应该不会出现这样的问题 吉莫 摔了 吉莫今天终于可以得分了 你通过造犯规这个是一个办法 对 但是你怎么样来制造对方的犯规 是不是对方夹击的时候你往人身上冲 我们每个人都知道答案啊 就是还是要通过队友的帮助来形成错位制造犯规 而且今天呢 呃 裁判委员会最有威望最资深的专家杨茂公在现场做主裁 啊 我觉得今天在判罚准确度和尺度上面不会有太多的问题 而且这样比较 哇 没带到十一头 十一头零个 我天哪 好久都终于进了 十一头零重 这其实这个命中你这你说你教练怎么调整的 嗯 不可能是教练我自己把衣服脱了上上去打了 这这扶雷戴的今天有好多都是空位 就是上一次 上一次我看到这样的数据呢 那个人叫麦卡 就是 好 目前整个技术统计来看的话 弗雷戴特的话是得到了两分 而明德拉斯六分 这两个人是比较失常的 一个表现 反过来 呃 其实今天整个上海队对于 呃 萨克里格兰多夫仿台 非常地不错到目前为止 他只得到了九分 但是马布里这边得到十三分 马布里又来了 这次短了 小猫 今晚 哎呦 还是在追求这种有难度的球 我们这个也也没法说了啊 就是运动员的成绩和成就一定是来自于他的自信心 但是呢 这个自信心就是你怎么样来呈现他 回来又给对方投了一个完全的空位三分 呃 呃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有一部有一部港片啊 叫暗战的第二部不是暗战第一部 暗战第二部是那个郑一剑和郑一剑和刘青云演的 那个里面郑一剑演一个魔术师 他和林雪在当中演的有一个角色 当中有一个魔术就是拆硬币 呃 林雪是一个赌徒 他马上要在天台上跳楼了 他说我不信你这个硬币 呃 每一次都是最后是到那个反面 最后 就是 郑一剑就是跟他那个角色有整整一个小说 每一次最后就是就是你拆的那个反面 所以说赌徒心态要不得啊 简单的两传之后三分拔起来就抽 拔起来就一个 炒的啊 看什么 先犯规 先犯规啊 腾鹤棋 上海队到目前为止第二阶还有 上海队还有一分四秒 只得了29分 上海队真的是稍微低了一些 低了一些 上海队的场均得分是106 上海队我觉得在多少阶级一定要做调整 第一怎么样梳理自己的进攻 第二就是怎么样防住对方的三万人的进攻 第一阶防了其实非常的不错 但是第二第二阶到目前为止 对方已经得了三十一分了 三十四分了对不起 这个得分对于上海队来说 防的并不好 比方化做 好 对方化做 对方化做 比划发重 阿巴斯 哇 图克基还是一样的点达热头 是 但是他的其实得分的三分球的把握一般 对面最准的国内球员是许蒙军 但许蒙军今天呢 这球打出界外了 打出界外了 再看 宅毅今天呢 前面两个球啊 强打没打进啊 好像信心现在不太够 其实没必要 呦 感觉要扔了 换一个方式 今天真的是满决全无 刚才微博上朋友 卡卡洛特还说 今天我们要呼吁一下 这个不要疲劳驾驶 就是我们说这种外援在场上 有时候这种状态不好 其实就像在场上 跟这些队员们 像这个疲劳驾驶 到底是一样的 你明明一夜没睡觉 为什么一定要开车呢 对 明明状态不好 为什么一定要拉开单打呢 可能从他自己的一个心理的感觉 就是这不是一个正常的我 我需要快点把他 这个真正的我给找回来 就是当然得找回来 但是就是我们说 通过什么样的办法找回来 就不能 你反而在你状态不好的时候 要通过一些简单的这种方式 去把这些感觉找回来 而不是更刻意的通过 非常快的去一些高难度的投篮 去找感觉 这边呢 阿巴斯上篮也没进 控一下 对方要控进攻时间了 其实总的来说 你说北京三万元 上半场的目前人只得52分 也不算非常的高 但是就上这个队员时在开局 又是一个前场篮板 又一篮球 阿巴斯 阿巴斯很有经验 阿巴斯控时间了 打篮下 兰东夫 二加一 在这开车 的确这么一个行动的方式 8点1秒 你们来四三分 有没有 还有 其实还有时间 但是